有助和啟泰想辦法解決紅某城裏面的兩隻半獸人 原本打算引兩隻半獸人出來 讓他們被火山噴發的火彈摘死 但兩隻半獸人怎樣都不願意出來 好像在保護某些重要的東西似乎 另一邊上半獸人女王已經游了上去幾乎島的 老虐、女人和小孩躲在船上 半獸人女王要將這些人當作航行途中的食糧 幸好在這個時候桑集馬都及時趕到船上 半獸人女王有些忌怕桑集馬的大劍 她趁著戴河浪對船造成劇烈搖晃的時機 搶走了桑集馬的大劍 形勢急轉直下 半獸人女王正要用桑集馬的大劍斬死桑集馬的時候 因為潮退而重新復活的勇者 伸唐衣語及時趕到 情報整理 一半獸人語裡面的腿毛 人類發音是嘟嘟邦邦 正確發音收錄了在今集9分30秒 不知不覺我已經重複聽了整晚了 順帶一提 歐遊一配陰性優勢游目逼 二 無女發現基佛島上所有人的心靈力在流失 以及這些心靈力流向一集 動都沒動過的黑龍那裡 三 片尾谷之後其實還有一段劇情 歐遊說五年前半獸人女王乘坐雨冷船來到基佛島 據說當時半獸人女王都是被人抓了上船 困在一個大鐵籠裡面 之後半獸人女王從大鐵籠裡面走掉了 而船上早就沒有任何的船員在 更加古怪的是 歐遊注意到船上沒有任何證明文件 這樣的船是不可能中入任何一個港口 這樣的船為何剛好就來到基佛島 又為何船上載住在任何地方都會造成大災難的半獸人女王呢 半獸人女王 白碧 黑龍 背後是有人在採核什麼陰謀 下集再見 拜拜